回老板消息时 我把第一个妈打成亲一个妈 没想到他疯了 林秘书 我不就骂了你两句 最不至此吧 你每天面对我这张脸 把持不住也正常 但我是正经人 但请端正你的心思 公司不搞钱规则这一套 怎么不回消息 嗯 其实你那几个方案 做的也没那么烂 人呢 你真的不想努力了 嗯 方案我来帮你改吧 你特别想的话 我勉为亲男让你亲一下吧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怎么不回我 欲情故纵是吧 回我一句不行 你该不会是发错人了吧 你要跟谁亲 回我回往 你现在不会正亲的呢吧 说话 林思雨下楼 第二天 我看着一条条未读 人都傻了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 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林秘书 说好的 今天把方案上交 现在几点了 看到老板的消息时 我刚从闺蜜的party 开玩回家 一看表 很好 都25点61分了 大半夜催稿 还睡人吗 我强撑起眼皮 将几个方案发给陆景 陆景是我老板 强迫症 完美主义 极度势逼 每次改方案 都改到头突 所以这次 我特地做了三版发给他 我就不信 没一个和他胃口的 刚发过去没多久 他回 林秘书 现在开始靠谅取胜了 这是要我大半夜十里淘金 文件名 高端大气商务模板 唉 使盆子像个金鞭 林秘书 你吃郡子了 写得这么颠 这个方案的创意很好 但需要全部改掉 这个方案的色调 改成五彩斑斓的黑 林秘书 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体温正常 精神逐渐失常 从前车马很慢 一辈子遇不到一个神经病 现在科技发达了 窝在被窝里 都能被千里之外的憨批 气得脑壳疼 五彩斑斓的黑 劳子给你驮五彩斑斓的屎 狗东西也不说是哪个方案 手机还剩一个电 我咬着牙问 第一个嘛 没等到路景的回复 手机已自动关机了 我困急了 插上充电线 倒头就睡 去他妈的吧 劳子不干了 第二天醒来 打开手机 摸鱼搭子的电话 第一个冲了出来 小鱼 你终于接电话了 都几点了 路总喊你去他办公室 我可去他 突然想到 自己目前的经济水平 仅限于快递盒子里的 好评返线卡片了 好的收到 又是被穷叫醒的一天 我看了眼时间 八点半了 我承认我熬夜在先 但这个早八就一点错没有吗 摸鱼搭子 继续跟我吐槽着 今天路总两眼乌黑来的公司 一脸欲求不满的样 路过的狗都能挨两脚 也不知道是谁惹着这大神了 你竟然敢迟到 我突然想到 昨天半夜 路景叫我赶方案 我忙看了一眼手机 狗老板九九家未接来电 狗老板二十条未读消息 不妙 我颤颤巍巍打开微信 最后一条是 林思雨 下楼 下楼 难不成路景昨天 杀到楼下来了 我不过是手机没电太困了 没回他消息 又不是触犯了天条 带着疑惑将聊天定位到未读位置 狗老板 我不解 看了下前面的聊天记录 小脑差点萎缩了 狗老板 这个方案的色调 改成五彩斑斓的黑发我 林秘书 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亲一个嘛 我瞪着自己24K卡子兰大眼睛 再次确认 我发的竟然是亲一个 苍天 我明明想问的是第一个嘛 我看着路景的回复 头越来越大 林秘书 我不就骂了你两句 罪不至此吧 你每天面对我这张脸 把持不住也正常 但我是正经人 但请端正你的心思 公司不搞钱规则这一套 怎么不回消息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嗯 其实你那几个方案 做的也没那么烂 人呢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你真的不想努力了 嗯 方案我来帮你改吧 你特别想的话 我免为亲男 让你亲一下吧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怎么不回我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欲擒故纵是吧 回我一句不行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你该不会是发错人了吧 你要跟谁亲 回我回我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你现在不会正亲着呢吧 说话 林思瑜 下楼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狗老板拍了拍你的屎说 幸好带了勺 接下来是从凌晨三点拍我的屎 到了早晨七点 我人都妈了 姐妹 我狗命不保了 我向闺蜜求救 我老板这是咋了 闺蜜那头 传来鹅叫般的笑声 哎呦快笑死我了 可能吃了你一夜 那五彩斑斓的屎撑着了 你打错一个字 她自己内心都演完一部甄嬛转了 林思瑜 你老板不会暗恋你吧 我揉了揉发懵的脑袋 怎么可能 陆景这人虽然长得人模狗样的 但心是却黑却黑的 公司员是陆景他爸管理的 今年陆景回国刚刚接手 新官上任就开始裁员 许多闲职被取缔 除此之外 加班成了常态 尤其我这个倒霉秘书 除了陪税啥都得干 公司肖想陆景的人不少 刚来那会儿 就有个胆大的女员工 穿着超短裙小吊带去送温暖 结果她一把就把人推开了 狂躁得像调疯狗 林秘书 你是怎么开门的 我 公司的着装能不能统一下标准 有人穿得像公司在经营颜色产业 有的人穿得像经济倒退到八十年代的 拿林秘书来讲 上班苏起儿 下班苏打几 我 我招谁惹谁了 就公司那几个二笔同事跟老板 也陪我早起化妆 陆景真的是 好好的人长张嘴 别人都是金圈太子 护圈佛子 而陆景是妥妥的商圈喷子 再美的滤镜也碎成了渣 眼下 我无比忐忑 闺蜜给我分析 怕什么姐妹 这结果无非两种 要么你老板喜欢你 你洗替老板娘翻身浓奴把歌唱 你这牡丹这么久 男人的怀抱都没感受过吧 地铁靠站又拥上了一波牛马 挤得我不小心给旁边斗地主的大哥 抢了地主 谁说的 我每天在早八的地铁上 感受各种男人的怀抱 再说了 陆景喜欢我 他没疯吧 那大不了就是你得罪了老板 卷铺盖走人 闺蜜又安慰我 看开点 金字到哪都会发光的 帖子 我谢谢他了 到公司后 墨余搭子 给了我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我端了杯咖啡 硬着头皮 敲响了陆景办公室的门 近 他声音有些哑 人有些憔悴 陆总 咖啡 我将咖啡放在桌上 没敢抬头 苦了 喝 有我命苦吗 我下次注意 我带上职业假笑 犹豫许久 小心翼翼试探 陆总 昨天的事 他倾咳一声 再来一杯 啊 我转头 又给他磨了一杯 忘了说 这狗东西每天都要喝咖啡 还得是手磨的 我慢慢咧咧又磨了一杯 给他端了过去 喝吧 活跌 他蹲蹲蹲喝得很快 陆总 我刚要开口 再来一杯 我 好的 我咬牙切齿微笑 半个小时后 再来一杯 磨豆鸡已经快冒火星子了 我胳膊酸得要命 拱二头鸡都健壮一圈 一大早连喝四杯冰美食 这寒批也不怕窜息 我将第五杯冰美食 放在桌子上后 再也忍不住 抢先开口 老板 昨天我给你回微信时 打错字了 他端着杯子的手一顿 不可置信地抬头 你说 什么 就是昨天 我想问你是第一个嘛 结果打成了七一个 我努力保持微笑 又忍不住问他 但你昨天 来我家楼下干嘛 他倾壳一声 端过咖啡 猛灌了一大口 面无表情回到 只是想要提醒你 把心思用在工作上 那你说什么勉为其难 让我倾一下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有点懵 追问他 他倾了清嗓子 高冷回到 那个 是我家猫不小心踩到屏幕发的 你别多想 他家什么时候养的猫 哦 我还说考虑一下呢 我小声嘀咕一句 还真以为能翻身浓奴把歌唱呢 他突然做起 你考虑什么 没什么 那算他眼瞎 毕竟 我自打来的公司 最大的贡献就是捅娄子 这周 给公司VIP客户订车 不小心叫了个拼车 上周 机票订返了 老板经济舱 我头等舱 上上周 给老板开车 他刚进一个腿 我踩了油门 他学会了批刹 上上上周 把老板的黑照 做成了表情包 不小心发到了工作群 后来 老板对我说 还是安安静静摸鱼吧 陈慧 陆锦日行一骂 几个部门经理低头装孙子 我例行摸鱼 一边和闺蜜发微信 一边偷吃果盘 你这么菜 老板还不开除你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我便宜 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要他明白 便宜没好货 别的不说 你老板那张标准高冷霸总脸 你就不动色心 路锦高冷 喝推 上个月被对家公司抢了项目 他气得连着骂了两个小时 不再重复 小嘴巴巴的 脏极了 最后不解气 让我潜入对家公司 把他家往线 拉了他家电闸 把财神爷换成了奥特曼 你见哪个拉末的驴 会爱上抽他的鞭子的 我悄悄拿个小西红柿吃 继续跟闺蜜吐槽着 他论我 那要是那根鞭子比较长呢 我 苗东女孩 瞬间小脸通黄 我狗狗碎碎 偷偷瞅了路锦的西装裤一眼 狗男人 还挺有料 我咽了咽口水 咬破了嘴里的小西红柿 一个没留意 汁水飞了出去 不偏不倚 正好自到了他的当上 路锦骂得正起劲 突然进了声 目光扫向我 我颤抖低下头 以老实 求放过 小西红柿吃不得吃不得 我偷偷抓了几颗丧刃 往嘴里塞 散会 路锦冷冷的声音响起 我刚要溜 林秘书留下 我咬牙抬头 带上职业微笑 喝老板 路锦眉头紧锁 林秘书 你今天要走黑化路线 能不能把你那却黑却黑的嘴唇擦了 再跟我说话 我好的老板 林秘书 给你换了个新工位 路锦面无表情开口 我一脸懵 去 拿 我旁边 杀了我吧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哈哈 谁让你摸鱼被抓 闺蜜不停嘲笑我 我咬牙切齿 上班不摸鱼 难道摸老板吗 闺蜜秒回 你别说 你们老板那翘臀 看起来就挺好摸的样子 加油 去体验一把手感 我悄悄抬头 突然发现 路锦正站在我身后 林秘书 我猛的一抖 他换了一条新裤子 烟灰色的 裤子被你弄脏了 他低声提醒我 我心虚 斯米马赛 目光落在我手机屏幕时 林秘书 请端正你的心思 我是正经人 我 路锦躲得老远 生怕我下一秒就要去摸它 狗东西 都掉到这来监视我 摸鱼都得偷偷摸摸的 刷手机时 看到闺蜜给我分享的擦边视频 嘖嘖嘖 这小妖扭得 林秘书 见鬼 又让他逮着了 哼 我就是看手机找找灵感 这都是推送的什么 我呵呵干笑 可以点不感兴趣 他声音音策策 好的 我悄悄点了个赞 手机爹 记住 我感兴趣 反手又转发了几条朋友圈 紧老板可见 经常给员工花钱的老板 他会更长寿 老板赚钱员工花 至少能活98 老板懂得疼员工 生活事事都顺风 没有过好的白天 只能用熬夜来补偿自己 深夜 我刷着擦边蓝主播视频 疯狂点赞 姐妹 明天那个小男模在酒吧有表演 约起来啊 闺蜜又勾我 等我请假 凌晨两点了 陆景这会儿指定睡了 看不到信息 就不能怪我老的老板 我身体突然不舒服 明天要去医院看看 OK 发送 截屏发给闺蜜 请假成功 约起来 听说可以摸副机拍照是吗 哎呀呀 一分钟后 对方回复 我揉了揉眼睛 卧槽 嘚瑟过头了 我咋发给陆景了 狗老板 他问我 我方想起自己给他的备注 要不这样 你当我死了吧 呵老板 就是狗是人类的朋友 我比较喜欢狗 林思雨 明早九点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好的老板 还有 把你的备注和拍一拍 给我改了 这 截图 英明神武 睿智天下第一帅的Boss 可否 可 英明神武 睿智天下第一帅的Boss 拍了拍我那颗永远忠于公司的心 月亮不睡我不睡 太阳起了 我不起 清晨 闹钟滋哇乱叫 我怨气比鬼都重 再睡一分钟 可以贪黑 但不能起早 再一睁眼 妈呀 又要迟到 赶在九点零一前打了卡 前台一群摸鱼搭子嘀嘀咕咕 林秘书 听说了吗 公司可能要倒闭了 我一惊 真的假的 你跟老板身边 你不知道吗 前一阵框框裁员 不能吧 公司倒了 我上哪去找另一份能摸鱼的工作呀 裁员也不一定是要倒闭吧 听说了吗 为了不备裁 好几个人跟网上学的 今天排队去跟老板表白 祸 这么劲爆的瓜 陆总 我喜欢你 我扒在门口偷听 陆景半死不活的声音传到耳朵 你眼光到位了 但实力还不够 陆总 我暗恋你好久了 承蒙厚爱 不慎感激 借我三十个W 陆总 俺也知道了 回去等通知吧 小嘴巴巴的 脆了毒一样 几个女员工 带着一颗颗破碎的心 走出总裁办公室 林秘书 催命的又来了 林秘书 能不能把你那头黄毛换个色 你每次扒门口狗狗碎碎的时候 总让我想起 我家鸡毛外边偷吃了屎 不敢进门的样子 什么黄毛 那叫奶茶色 老板 咱没必要人身攻击吧 好想撕了他的嘴 最后两个字别连一起说 我 陆景让我把那几个表白的 加到裁员名单里 还不停慢慢咧咧 一天天不务正业 摸鱼我也就忍了 还想摸我 我一个人上班 很没有安全感的 我小心翼翼试探 老板 公司真的要倒闭了吗 他面无表情 放心 有我一口饭吃 就有你一个碗刷 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 其实 他们找你表白 是因为在网上看到的那个段子 并不是 我想让他解释 今天女员工集体表白的事 所以 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 他突然反应过来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陆景好像对自己的魅力产生怀疑 有点丧 我安慰他 老板 其实你也挺好的 女员工背地里都说他 腰细腿长屁股翘 看起来就很能干的样子 他却反问我 那你怎么不跟我表白 不是 这咋到我身上了 呵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喜欢什么类型 我将手机里喜欢的那个小男模 给他看了一眼 又嫩又烧 还会扭腰 肤浅 陆景凝着眉 仿佛脏了他的眼睛一样 这种眼男人 就会骗恋爱脑的浅 还脏得很 我 老板 我想 你不想 不给价 下班加班 我忍 还有 不许跟别人谈恋爱 影响工作 凭什么 凭我是你老板 我特忙 老板你了不起啊 他悠悠提醒我 顶撞老板扣200 我咬牙切齿微笑 老板你了不起 又是胃穷低头的一天 闺蜜发来他在酒吧摸腹肌的合影 我加班陪陆景做报表 饿得两眼发昏 别人在外搂搂抱抱 我在公司好地收到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加完班 陆景大发慈悲 带我去吃烤肉了 我勤勤恳恳烤着肉 刚烤熟下一秒 就被他夹了去 我望着油滋滋喷香的和牛 刚要动筷子 下一秒又跑到了狗嘴里 啊啊呀 我气得蹲蹲蹲喝饮料 李秘书少喝点 陆景悠悠提醒我 你少管 我又灌了几口 这小饮料镜还挺大 李秘书那是酒 哈 不就是个小小的强爽鸡尾酒 他叹了口气提醒我 上次你喝醉 给自己QQ冲了二十年黄钻 上上次拉着路边哈士奇拜把子 好烦 我一时上头朝他大喊一声 你闭嘴 肉都让你炫了 可还是个人了 陆景愣了愣 李秘书你很嚣张啊 他静静看着我 这次醉了我看你要干什么 我蹲蹲蹲一夜而进 一拍桌子指着他 你什么价位 过来跟我亲个嘴 陆景傻了 我颠了 抱着他就咳了上去 哎呀我的肉我要吃肉 深夜被尿逼醒 我一睁眼 妈妈呀我咋在老板床上 陆景疲惫的躺在床上 睡得很沉 不着寸驴 以备吃干果净 想起昨天的所作所为 头皮一阵发麻 拖着三藤的身子 连夜开溜 住的房子不安全 怕陆景杀过来 我回爸妈家去避避风头 一觉睡到日上三杆 手机一堆陆景的未接来电和微信 我咬了咬牙 拉黑 脑子晕乎乎 一摸脑门竟然发烧了 昨晚折腾的太狠了 手机上 叮叮的消息不停的响 林思雨 你哪去了 为什么拉黑我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扣工资警告 人呢 李李我行不行 我就是吓唬你一下 睡都睡了 你能不能负点责 我顶着三分熟的脑袋 看着屏幕眼都要花了 我肢体下意识回复一 手机又开始疯狂刷屏 一是什么意思 你就这么敷衍我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女人 昨天说什么 也不会让你得逞 哼 我懂了 一等于yes就是同意的意思 对不对 你多回我一个字不行 我都要稍迷糊了 这骚扰信息没完没了了 我 PD 林思雨你什么意思 你人呢 你是不是又去酒吧 找一男人了 你敢去 信不信我开除你 别去 求你好烦啊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退定 将丁丁头像换成了乙讯职 在家窝里一整天 烧退了 人活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 我打着哈欠去厨房找吃的 刚一推门 就发现我地蹲在里边 我一脚朝他屁股上踹了上去 小兔崽子 又背着我吃毒食 他一个屁蹲坐在了地上 蒙逼缓缓抬头看向我 见鬼了 怎么是我老板 我妈拿着菜刀冲了过来 林思雨你干什么玩意 你表哥给我好好扒着算呢 表 表哥 我傻了 对呀 你舅妈的侄子 你景哥哥呀 你俩小时候经常一块玩 这都忘了 我站在那里 对上路景的目光 感觉一道雷劈了下来 小时候 我记得确实经常跟舅妈的侄子许景玩 那小孩长得可好看了 虽然不爱说话 但是捏坏捏坏的 后来他就不见了 我为此还难受了好长时间 后来 我妈说是他爸妈离了婚 他跟了他妈 姓也改了 神仙天老爷 老板变表哥 我还把自己表哥睡了 我整个人已经不好了 我妈一边扒着算 一边吐槽我 小景没事吧 这孩子不知道咋了 前两天像贼一样 天没亮就跑了回来 跟在外面偷人了似的 别说了 快别说了 累得跟死狗一样 第二天 他发一整天烧 路景抬头看我 着凉了 大半夜跑什么 我 你咋知道他半夜回来的 我妈挠头 我抢答 他猜的 饭桌上 我深深埋着头 实不知味 林思雨啊 你好好给你表哥学学 瞅瞅人家 年纪轻轻就当了老板 再瞅瞅你 我妈对了我一下 让我做好 小景啊 你那公司还招人不 不行 让你妹妹过去 我妈给路景夹着菜 一脸慈祥 你是不知道啊 小于他们公司那老板 简直是个粥瓜皮 嘴独心黑人又坏 路景嘴角擒着笑 是吗 似有若无的目光 飘在我身上 我脑瓜子嗡嗡的 小声提醒我妈 娘啊 别说了 我妈瞥我一眼 你娘头这不是为你好 那可不 天天让她加班 还扣工资 还是个人嘛 气得你妹妹一天天 骂她八倍祖宗 拦不住 根本拦不住 我妈跟路景闹得不亦乐乎 小景啊 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还没 哎呦 这么好的条件 怎么还单着呢 刚刚被人玩弄感情 骗了色 还不负责 哎呦 现在这小女孩怎么这样 给妈怎么教的 林思雨 有没有合适的女孩 记得给你表哥留意一下 谢谢 尸体现在凉凉的 我妈让我送路景下楼 我搭拉着脑袋 向直温机 路景摸了摸我的额头 声音低沉 不烧了 我呆愣愣地摇了摇头 那天的事 她刚要开口 我急忙打断 我 我申请离职 路景低眉 反驳我 我不准 突然离职会增加同事工作量 那我叫同事跟我一起走 路景 那天 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好吗 我低头 心虚小声问 什么都没发生 她目光一顿 直直盯着我质问 你那天明明说会负责的 果然床上的话不能信 不是 我怎么负责 当然是在一起 不是 表哥和表妹不能结婚的呀 我整个人都要睡了 你要搞骨科呀大哥 怪潮流的 这种的 我只在小破纹里见过 路景盯着我 像他傻子一样 林思雨 你跟舅妈家的侄子 有半毛钱的血缘关系吗 我可能烧化了脑子 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怎么没有呢 你不是表哥吗 我脑子又转了两圈 才反应过来 好像 还真没有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笨 我默默低头 脚趾抠地 所以 在一起吗 她直直看着我 啊什么意思 我还蒙着 你说什么意思 她勾着笑看着我 我思索了几分钟 终于明白了 公司要倒闭了 你不想让我离职 还不想给我发工资 白天当秘书 晚上当小秘 24小时全天无休 我多惊了 这还能骗着我 骗我感情可以 骗我钱绝必不行 她咬牙 谁跟你说公司要倒闭了 我把公司给你还不行 我一惊 恨不得离她三丈远 公司出事了 你要拿我顶罪 我说 这消失多年的表哥咋 突然出现了呢 试出反常必有妖 我可装反扎App了 休想让我上当 陆景深呼一口气 缓了缓情绪 拿起手机 微信到账 520万1314元 她真的 毫无任性 小时候是谁哭着说 长大要嫁给哥哥的 现在又不认账了 她将我堵在角落 但是威胁 毁了别人清白 提上裤子就跑 我要不要上楼跟姑妈详细讲讲这事 她精准拿捏住了我的把柄 别别别表哥 有话好好说 我一把拉住她 她反手将我抱在了怀里 妈的 这男人的怀抱 还怪舒服的 你说的不许跟别人谈恋爱影响工作 她呜了一声 一脸坦然 我不是别人 好好好 谁狗得过你啊 你嘴太毒了 我依旧气不过 她委屈巴巴 我只是习惯了 以后改还不行 我们稀里糊涂恋爱了 陆景好像疯了 只不过打游戏没回她消息 就被刷了屏 宝宝 你知道吗 我好像瞎了 看不见你发我的消息 听说你也有手机是吗 真是奇怪呢 那你为什么不回消息呢 我是你的小三吗 怎么聊几句就不说话了 是她回来了吗 十分钟没理我了 想必已经和她结婚了吧 半天都没理我了 想干嘛 到手了就不爱了是吧 我忘了一条条信息 只想着怎么毒哑了她 怎么还没来上班 刚醒 又熬夜了 没有 只是错峰睡觉 今天不想上班 矿工扣500 你敢 失去女朋友警告 不敢 委屈巴巴小猫 为什么不来上班 我一个人 待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好怕 我今天有点舒服 想请假再舒服两天 宝宝 我可以让你更舒服 我最近吃的有点撑 并不想再宠幸她 发工资了 艾瑞八弟嗨起来 我又行了 小短裙穿起来 小妆化起来 我的黄月光小男模 在台上扭得欢 我跟闺蜜在底下嗷嗷喊 在哪 陆景的茶档电话 默然响起 啊 发工资了 和朋友一起吃饭呢 这钱挣得明明白白 花得支支吾吾 是吗 她声音阴冷 透着危险 你就不能吃点好的 我 下一秒 整个人被她扔进车里 他们有什么好 有我高吗 有我帅吗 有我钱多吗 我喝了酒 脑袋有些晕呼 他们给摸腹肌 我腹肌不好看吗 某人语气里浓浓的怨气 我无情提醒她 林秘书 请端正你的心思 我是正经人 她扯掉了脖梗的领带 压了上来 将我的双手高举过头 林秘书 我正经起来不是人 她嘀嘀笑了一声 目光在我的短裙上流转 上次把我的裤子弄脏了 为了公平 她声音又聊又郁 把你裙子弄脏好不好 接下来 她单方面输出 我单方面求饶 四日 总裁办公室 她一脸艳足 像个开瓶的花孔雀 我腰疼肚子酸 像调死狗 某人端着咖啡 换上讨好的嘴脸 宝宝 今天的美食好甜 我 喝 今天泡的茶也格外的香 我呵呵一笑 提醒她 哦 公司的茶也没了 你喝的是我调理月经的茶 她 工作时间 我开摆摸鱼 打开游戏 台位开黑 作为国父喷子 刚一开始 我便和对方骂了起来 上单带辅助 你是肾虚吗 你比美团还能送 单挑 你是大份吗 还用我挑 回家吧 别被小兵拿了五杀 这局晋级赛 场面一度很胶着 哎呀 哥哥 这篮给我可以吗 我夹着嗓子 和野王队友刚撒完胶 搏梗上 突然多了只手 谁是哥哥 声音冰冷危险 哼 当然你是 陆景化身怨夫 开始跟我闹脾气了 吃了吗 吃了点爱情的苦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没有 我不合住生气 我今天谈了个大单 是我的孤单吗 我这是要分手吗 微分 好好好 真傲娇啊 我去和客户谈单了 一个小时没看手机 仿佛中了垃圾病毒 又被陆景刷屏了 滑半天都到不了底 我生气了 快哄哄我 不然我真生气了 呜呜呜 懂我都明白 我是Plan B 我是选项E 我是舞牌里的第六个人 是西装的备用钮扣 是被雨淋湿的小狗 是被海浪冲在沙滩上的小猫 我是枯萎的玫瑰 是港口吹过的风 是不被在意的真诚 我是过期的牛奶 是腐烂的橘子 是断线的风筝 是随意丢弃的向日葵 是沉默寡言的小朋友 我是墙脚落灰的布偶熊 是已经过时的鞋子 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 不被需要的物品 我是凌晨一点的路灯 是混在夜里的洪流 是没用的窗可贴 我是鲍鱼 是街角烂了的玫瑰 是手上洗不掉的鱼腥味 宝宝不爱我了吗 哎那我自己哄自己吧 哥哥别生气了 我是最爱你的 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好吗 好 我原谅你了 高冷 狗男人更新了一条动态 真不想哄自己了 我想把自己删了 我叹了口气 给他评论了个抱抱的表情 狗男人又更新了一条动态 又幸福了家人们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